明明好地地的 怎麽搞到這樣呢 那麽就很不開心 在靈性上他可能會想好多東西的 不是一定說說靈性是說死的 不是一定說我跟著會怎樣 那麽其實很多人會問 為什麽 那麽其中一樣 為什麽我要受這些苦呢 都是我壞啦 我以前吃那麽多煙 搞到我現在這樣 那麽我現在不吃了 那麽可不可以好些啊 那麽但是有些情況根本已經發生了 不可以回頭了 那麽所以我們都要看到一個徵狀 其實是除了在身體上的影響之外 其實在各方面 身心社靈都會有影響 剛才說評估就嚴重了 有多瘋狂 我很瘋狂 那麽就要出些東西了 那麽可能呢 例如說 由零度到十度 那十度最瘋狂 零度不瘋狂 那麽你覺得有多少度啊 那麽又或者有些 你說的時候 可能他都不太明白的 那麽要弄給他看 那麽你看一下 這裡你可以 就是你覺得你最瘋狂 這裡就不瘋狂 這裡就最瘋狂 那你幾瘋狂 那麽都是一個評估的方法來的 很多時候都在一些研究 都會用到一些類似的方法 因爲氣喘其實是一個很主觀的 你沒辦法 說很容易客觀 大家 有沒有人想過有什麽方法可以量度氣喘 很客觀的量度 吹波仔 吹波仔其實不可以的 因爲是要做的 有些時候也要做一些吹 你講的 不是通波仔 是吹波仔 是講做肺功能測試 那有些病人會做的 例如慢性肺阻病 但是 研究告訴我 氣喘的感覺 強烈度 跟吹波 吹 肺功能不是直接關係 有些人的肺功能都相當不錯 它是很喘的 有些就是肺功能很差 它不覺得很喘的 那這個某程度 可能跟一個 它有幾快 發展到這麽喘有關 如果突然間很好 沒事的 喘的感覺較強 但有些病人可能比較久的 慢慢喘 它接受程度高些 雖然肺功能都是一樣 所以 不行 這個肺功能不行 有沒有其他 有其他方法去測試 現在比較輕 夾手指 看醫生在家人 看看養份有多高 是的 那有沒有關係呢 含氧量 多一點氧氣當然好一點 缺氧是否比較喘 好像照道理是對的 但又是真的不對 有些人是缺氧 但他不是很喘 有些病人進來說 醫生我不行了 我真的要用氧氣了 但跟他夾手指很好 告訴你 你暫時的氧氣不太能幫助你 氧氣可以幫你把含氧量提高 但不是直接幫到氣喘 還有沒有呢 有些人說照肺 照肺看肺有多花 越花就越喘 也不是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氣喘是一個很主觀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例如在病房裡 或者你去探望一個有病的人 他告訴你氣喘 我不叫你沒有 我看你也沒有 這句話是沒有辦法可以確認的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些方式去看看 從他自己說出來 有多不舒服 這個應用在別的症狀都是的 如果痛 都是如果他有多痛 他其實都是一個自己的感覺 你說不是每個人都會 0至10 可能問你到底4是怎樣 6是怎樣 問到你嘴嘴嘴 有些人會用這些方法 這個不是常用的 不要看我擺出來你覺得常用 但有些人用一些很創新的方法 就是這樣 他給一些圖像去看的 這個最不痠 就是肺好像有些東西要哭實 哭得越厲害就越痠 可能給他看 你覺得你的肺現在怎樣 有多辛苦 他就指公仔有些人會覺得容易一些 就好像在痛症那些 有些人會給一些樣子去看 一個是笑的 一個是哭得很慘 那中間有一些 就是在介乎中間 你覺得你的樣子在哪裡 那對同一個病人做的評估 就有些幫助 可以看到那個嚴重性 有時候你這個治療的果效 都可以在這方面去評估 就是比了之後 他是不是真的少一些 那些不舒服 那 剛才說的一件事 一個病人很多時候有多種的病徵 就是我看過 就是那個常見的病徵裡面 是不是100%的 就是每一個病人都可能有幾個病徵 另一件事就是 同一個病徵 很多時候有很多種不同的成因 就是他告訴你 有不舒服 最好有一顆藥馬上搞定 一吃氣喘藥 一吃了就不喘 但是沒有的 其實是有很多成因 那麼重要性在哪裡 就是有時候你以為你醫好了病人 但是其實是未得的 因為還有其他的問題 導致病徵 那麼這裡這張 slide 就比較複雜 我只是簡化了給你們 那麼不要緊 因為我這裡都是例如等的 就是不是全部的 但是有個概念 氣喘呼吸困難的成因 例如可以分開幾類 一方是癌症的蔓延 就是癌症 它可能抗散到肺 那裡自然影響了肺的呼吸 又或者那個腫瘤是壓迫著氣管 或者支氣管 令到那個呼吸困難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人家握著你的頸 你呼吸會很困難的 肺水腫 就是說在肺那裡有多水 好像有時候心臟病那些 令到那些水去不了 即是肺 那跟肺積水是不同的 肺積水其實是肺外面的 我們說肺積水其實是肺膜積水的 這個又有不同的原因 又可能氣空 即是不幸運 有些空氣走進肺膜 壓著肺 令它氣喘 有時候肚也會 如果有些病人肚很大 很多肚水都頂著肺 有些肺膜積水 有些肚很大肚腫 有些肚很大肚腫 可能會覺得肚很大肚腫 有些肚很大肚腫 可能會覺得肚很大肚腫 所以其實 在這裡來說 我們在說癌症蔓延 當然我們在說肺積水 氣空這些 都是跟癌症有關 或者是在肚腫有些肺水 令它膨脹 除了癌症本身擴散 有時候那些不舒服 可以是因為治療的後遺症 在氣喘特別最明顯 例如肺癌 例如一號殺手 醫治肺癌 可能有些都做過手術的 它割除了肺葉 或者甚至割除了一邊肺 它的肺容積就會減少 它自然在呼氣上 就會困難了一些 又有些可能不是做手術 或者手術之後 要做化療 或者煉療 有些藥物 或者電療 都是一樣的 可能它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說認著那個是癌細胞 才攻擊的 例如在 以往來說 例如電療 它跟你畫一個位 電療就這樣射進去 它的範圍一定要大些 它不想射不到療 自然有些正常的細胞 都影響到 化療也是 因為你打抗癌針 打進去 又是周圍去的 它不理你 它真的認了那些細胞 它都會造成一些副作用 其中有些化療的藥 都會令到肺會有些纖維化 當然肺有纖維化 自然 它的養分和氧化蛋的交流 就差一些 以至到我們會有氣速 除了癌症本身 或者它的治療的後遺症之外 有些是和癌症引起相關問題 可能它慢慢越來越差 吃東西又不好 或者有些腸癌 它經常都失血 令它貧血 貧血的時候 也會不夠血 自然的氧氣都帶得沒那麼好 又會氣喘 或者有些甚至影響 癌症本身是有增加的機會 會有些肺血管的全塞 如果肺血管塞了 就會令到病人又有缺氧 又有氣速 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因素 你不是說 因為你有癌症 你就可以甚麼都沒有 你可能有其他病 可能病人有吃煙的 他可能也有一些慢性肺阻病 同時間也會令到他氣速 就算擔心 他可能會有氣速的感覺 這裏大致上可以分成四類 病症處理 現在看回氣喘 這裏我將它分成三類 其他包含了二、三類 當有這些情況 如果我們去找出原因 是甚麼病 即是甚麼成因令到他氣喘 那我們的目標是甚麼 我們是希望處理到病因 如果我們處理到病因 那人應該會舒服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張是一張正常的X光片 你看到有一個心 這裏兩邊的肺 你看到黑的很多氣 在裏面就是一個肺 以下這張片 就是一個病人的X光片 那他有甚麼事 他是氣喘的 走來看 我們跟他照一張肺 廢肺人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知不知道他有甚麼問題 為甚麼會氣喘 你看到這邊 剛才看到是黑的 有很多白色的東西 那這些是一些廢水 它有廢積水 那些水就是向下積墜 你看到他肺積水 那OK 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左邊的肺 原來他又有肺炎 除了肺積水之外 因為身體抵抗力弱 他又容易感染 有肺炎 除此之外 因為他有腫瘤 我們跟他驗了血 發覺他真的有貧血 他有貧血 這也可以令他有氣喘的感覺 病人前很擔心 很辛苦 結果他又很焦慮 又很擔心 這個亦都更加令到他的氣喘 更加嚴重 那所以 就在這個病人裏面 他可能已經找到四個原因 那如果我們對症下藥 是醫治的原因 那肺積水 我們跟他抽那些水出來就可以了 抽了這樣就解決 希望 那另外肺炎 就給他一些抗生素去 醫治好 肺炎好 希望 貧血可以怎樣做 大家都知道 輸血 輸血給他搞定 那肺炎怎麼做呢 那肺炎好 我們希望可以 那當然你可以和他聊天 舒緩他的情緒 那好像剛才那位這樣說也行 如果真的好 如果仍是好喘 你不要這樣說 也讓他不要那麼擔心 可以幫到他 如果嚴重一點 甚至有些要吃藥 吃藥 令他情緒好一點 但其實通常支援情緒都會幫到的 其他一些很實質的可以做 好像就幫到他了 非常好 我們的目標就是處理病因 但有些情況下 我們很難處理病因 想不想到有些什麼情況 剛才說 不知道 知道的 你可以知道 你看回這張notes也可以 你看回剛才那些原因 你有沒有看到都沒得幫 什麼 慢性病 也有的 慢性病也可以用一些藥去幫助 有些來氣管擴張藥等等 但當然是他不可以根治 可以令他好一點 例如癌症轉移 例如肺肺裡面 可能是乳癌的 但問題是擴散了他的肺 兩邊肺 照著X光 看到很多跡象 兩邊肺也有很多癌症的影子 那些你沒辦法幫他拿走出來 你說電又不行 那化療那些 如果可以的都一早就做了 那這些情況可以怎樣做呢 那在不可以處理病因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些症狀的舒緩 即時說 又讓大家想想 如果他肺有這樣的轉移 很辛苦氣喘 你有什麼可以幫助他 如何症狀舒緩呢 有否見到一些人去覆診 戴著一些東西 要揹著 一個瓶這樣揹著一個瓶 氧氣 氧氣就是其中一樣 例如他可能是很辛苦的 那些真的缺氧的 你給氧氣 那無論他是什麼病也好 如果他真的有缺氧有氣喘的時候 你給氧氣就會幫到他 那所以在這方面 就是 當然最理想的 有些可以處理病因的 就處理 但如果不行的時候 其實就要靠其他藥物去幫忙 那有些什麼的舒緩藥物呢 例如說氣喘 可能有些 有些 這些當然不是說 什麼都可以的 那些氣管擴張藥 都是病人有跡象 像剛才說的 真的有些慢性肺阻病 或者本身有些酵喘 那可以用氧氣管擴張劑幫他 那可以用氧氣管擴張劑幫他 有些人很害怕 因為氧氣會影響 用得不好 可以影響呼吸 就是說 他們已經有氣喘 你還給氧氣去 那好像想弄死他 那其實就 在適當的用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的 那就是在晚期的氣喘病 不能回頭的時候 媽咖啡都是總方法的減低氣喘 有些甚至用鎮靜劑 和抗焦類的藥物 令到他沒有那麼緊張 或者是 其實有些情況 甚至去到病人很喘很喘 你用什麼方法都不能幫到他 其實你是鎮靜了 讓他沒有那個感覺 沒有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那不是只有氣喘 有些時候痛 或者是病人很亂 那時候 你看到他這樣又辛苦 家人看也辛苦 那如果是有一個溝通 那有時候用一些適量的鎮靜劑 可以令他舒服一些 類固醇 在某些情況 類固醇有時候有用的 舉例 抗散他的肺 影響一些淋巴線的 那類固醇也會幫得到的 養氣 剛才提過 如果是 當他其他東西都不行 那他有缺氧的現象 用氧氣也會幫助 但是 這些全部都是要看需要 和看病情是否適合的 不是每個病人 你都說要給這些藥物幫助他 氣喘 我用了這個例子 給大家看看 如何量度 如何成因 如何去幫助他們解決 如果不可以解決根源 如何可以用一些方法 去幫助他們減輕症狀 辛苦 然後就說說痛 痛 其實是一個都很常見的 特別是癌症病人 癌痛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 可能那個印象 只會知道 為什麼癌痛 是這麼痛的 都是看一些 乳殘片 或者是 以前一些 可能一些 劇集 那些 都是說這些 很辛苦的 但是 變成是真的 真的 會有痛 會不舒服的 但是其實有事情可以做 是減輕的 一直以來癌症 都被人形容是一種可怕痛症 一聽見有癌症 很多時候都會問 我會不會很痛 或者死的時候會不會很痛 隨著醫藥的進步 其實大部分的癌痛 都可以有效地控制 大約有七成的癌症病 會感到痛 所以變成 如果病人問你 即是 他會不會很痛 那你都可以跟他說 不一定的 雖然是 有些病人會痛 但是不一定過痛 痛的時候 都可以有些藥物幫助 其實在得到合適的治療 是癌痛可以消除的 有些病人可能用著藥物 是真的完全不痛的 病人其實是不需要說 不要了 我都是少少痛 不用吃藥的 先忍著 因為一路痛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你其他東西 癌痛就沒有了 但是其他痛的 你試過 即是頸痛 或者運動之後 弄傷很不舒服 這些時候其實你都很辛苦 如果可以治療痛 我想大家都會有方法去做物理治療 因為有些東西敷一下去 或者最好有些肌肉痛 有人幫他打骨 這樣舒服一點 各種方法 你都想去解決那個痛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不需要說是 有得去 痛就痛就先 都未知道要吃藥的 那如果在癌症來說 那個痛滿身 你可能不可以拿走的時候 那你也是要去 用一些舒緩方法 讓他舒服一點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能會對止痛藥 有些誤解的 是 現在少一點 大家很多都 沒有這樣 上一輩特別 就算你以前 你要看私家醫生 你去看 他不打針 這個都是差一點的醫生 沒有效的 那是要打針 那也有些病人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說 我們加點止痛藥 醫生不行的 就要打針 那其實是不需要的 就是大部分都不需要的 因為吃藥也能幫助 那 有些人會擔心 那些藥很多副作用的 很不好 那這個 某程度都是真的 那有時候 當你用到很強的止痛藥 特別說到 好像孖啡類的藥 它是都會有 一些的副作用的 但是是否很大呢 那就未必的 看看你怎麼看 和你怎麼處理 一會兒都會講講 即是常見的副作用 和可以怎樣處理 有些人說 說孖啡就是那些鴉片 就是那些上癮 那些癮君子那些 那些 現在給了我 會不會我上癮 那 但是其實在這些癌痛的處理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不大 都沒有跡象 或者吃了這些藥 會上癮 還有很多時候 癌痛這些 如果真的不可以根治 那些痛都一直會在 所以你一直都要吃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說 他說 現在已經吃孖啡了 那遲些吃什麼 那再痛一點怎麼辦 其實這類孖啡藥也有不同的 而且孖啡藥本身 它不會有最高份量 即是你吃了多少就沒有了 你再加也沒有用 其實不是的 有些病人吃得很重 慢慢加 其實都是可以一路幫到子痛 那這些都是一些的誤解 那就是 希望如果你遇到一些這樣的病人 有這樣的情況 你都可以跟他們解釋一下 鼓勵回去吃 那如果他們有痛的時候 吃藥 那容易記一些 就是通常記一二三二一些 那就是講的 它有三大原則 就是怎樣去止痛呢 那麼世界衛生組織 就推薦三個B字 那這三個B字就是 經由口服 by the mouth 所以說 就是不一定要打針 就是最好是口服 方便一點 讓人可以吃到 另外就是要by the clock 跟時間 那麼 我也一直看著 那個人